你就会造成说 地价税很高你再缴 结果人家是免费用你的土地 我们现在碰到好多案子 就是像这种情形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土地 要借给人家好 还是租给人家好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爸爸 他把他名下的土地 给他的大儿子来盖房子 如果要去申请建造的话 要开立土地使用统一书给他 让他去申请建造 爸爸后来跟这个儿子吵架 因为孩子家庭好 请客人家不叫爸爸来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 土地是我都要收回 这样子爸爸呢 可不可以把土地说 我是借给你的啊 所以我要不借了 要给你收回 叫大儿子猜污还地 那这种情形的话 因为当初爸爸把这个土地 给大儿子去盖房子的时候 我们在法律上是使用借贷 那他因为没有定期限 那么请问各位呢 这个房子要借他借到什么时候 就是要借到他呢 使用墓地完成 那各位那什么时候是使用墓地 我跟你借土地来盖房子 墓地就是要让房子使用嘛 所以一定要等到屋倒掉 这个使用墓地才完成 所以这个情形 你要到他财污还地的时候 法院会说依照民法470条 未定期限 所以要等到使用墓地达到才可以 那就要等到屋倒 不需要用这个土地了才可以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齐守无回大丈夫 土地如果借出来 起床起来 你很快要收回 所以这个地方爸爸会败宿 那败宿的时候 他说桶没有 我也给你穿一些地 什么地租 我跟你说这也没有 是怎样 因为这个情形 你是用借的 你又不是出租 所以地租也没有 你就白白地让他用 那这个爸爸会气死 各位 爸爸气死了以后 就是爸爸一共有三个兄弟 变作是贾 刚才那个是姨 刚才又丙 三个兄弟继承 那这三个兄弟 可不可以来告这个姨 说财污还地 我家要收到回来 这不行 因为当初是爸爸的这个借贷 你继承的话 依照民法1148条 你要继承爸爸的这个义务 虽然土地现在在你们三个人的名下 但是你还是要让他继续用 那这个是我们实物上非常常见的事情 那各位 这三个人 他们在缴地价税 各位这个如果在市区很贵 三个人就变成要分摊地价税 结果呢 他可不可以跟他收地租 不行啊 所以你就会造成说 地价税很高你再缴 结果呢 人家是免费用你的土地 我们现在碰到好多案子呢 就是像这种情形 大家后来一生气啊 这个夹跟饼呢 认为说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 我就用土地法 34条之一 多数诀 你虽然这个土地上 有你的房子 我大不了把它卖给外人好了 然后通知看你要不要优先购买 要不要优购 结果这个乙老神在在呢 他说 反正别人买了 我呢 房子在这里 我也不怕你拆 那其实像这种的话 是乙应该把它优购回来 那整个地呢 就是你乙的 然后房屋也是你的 这个时候去银行借钱 才能够借到钱 结果这个乙 他也不愿意 就会变成当初甲乙丙 要来告乙的时候 拆乌换地 告不成 所以这个甲跟饼 就用土地法34条之一 多数诀呢 把它卖给外人去了 对 譬如说卖给X 这个乙呢 他不行使优购权 他只拿了钱 现在换成这个X 来告这个乙 拆乌什么 还帝啦 各位 这样子 可不可以告得成吗 可以猜吗 这个就是我们实物上 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当初我们是有借贷 是有债权的 没有错 但是呢 我现在的所有权 已经跑到外人这边了 所以我是新的所有权人 所以我是具有物权 那各位我们学法律的就是 物权大于什么 债权 所以你这个乙呢 可以去跟你的爸爸 或是他的继承人主张 这是借贷 但是我已经是外人了 那么我有所有权 所以我来告你 拆乌换地啦 这个时候呢 我们法律上说 债权小于这个物权 而且我们只有说 买卖不破什么 租刃 买卖可以破借贷 所以如果照法律来讲的话 我是新的物权人 我可以告你拆乌换地 这时候呢 我们法院呢 碰到这种情形 要把这一栋 透天三楼的这个房子 把它给拆掉的时候 法院好犹豫哦 他说哇 这个情形的话 他当时要来买的时候 他就看得到这个土地上面 有这个三楼的 而且你买也是买比较便宜啊 对不对 你看到了 你要把它拆掉 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我们的法院就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呢 就是传统的看法 就是买卖可以破使用借贷 因为买卖只不破租刃而已 而且不破租刃是民法425条 他的要件就是必须是五年内的 而且超过五年要去公证 而且还要在占有中 买卖才可以破租刃 所以这个情形呢 他也把租刃限缩了 那这个是使用借贷啊 法律上 他当时就知道这个要被收回 可是各位呢 如果买卖可以破使用借贷 那就是可以拆乌啦 那么这个是传统的见解 那各位呢 第二种 他会讲说 哦不是哦 你要去买这个土地的时候 他房子就在那里 他有公式性 第二个他这个土地 你在买的时候呢 这个土地啊 已经有土地使用同意书 而这个土地上呢 已经附有一个建造 建造执照 那建造执照就是 土地使用同意书 我们政府已经给他 做了一个行政处分了 所以呢 你这个土地是附有一个 供给人家 盖房子的义务啦 盖屋的负担 所以呢 这个就是 私有土地 富有一个工法上的负担 所以你买地的人呢 要寄受这个负担 这个是黏在这个土地上的 这个政府的执照 所以你不能够把它排除 所以他就判决不可拆啦 这个是理论的架构 这个也是蛮完整的 那另外当然因为我们呢 就有很多的学者说 要保持居住正义啊 他就说呢 债权 物权化 这个东西是概念上呢 其实是从德国那边抄回来说 哎呀这个债权 你看得到那里有房子 你还要买 你就要寄受这个危险 所以要把它物权化 可是各位 这是欠缺名文啊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要类推是用民法 425条之一 说有法定的租任权 但是我们目前最高法院 也认为说 这个不是租任 所以不能类推 为了这个事情的话呢 有的法官呢 就判决说要拆 有的法官就判决不用拆 所以各位呢 我们去法院的话 就是要怎么 好人的到市政 派人的到人政 同样一个情形进去 有的法官判决要听 有的法官判不要听 有的法官认为说 这个房子这么值钱 那么好好的 你干嘛要拆它 那有的法官认为说 人家那个土地是永久的 你这房子是一时的 所以当然土地要还给人家 不然你当初就设定地上权就好 你就设定租任就好 那你当初是既然是借的 你就知道是要还的 那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像谢债权老师呢 他就会讲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债权物权化都是新的这一辈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他们就会去说这种说法 那老师的说法是说 这个土地如果是因为有建造 你的土地已经富有工法上负担 你要买的人你要寄收 那各位呢这个搞不定了 那么我们最高法院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他们就说做了个决议 那个决议有假说说可以猜 语说说不可以猜 各位结果大家踩折中说 折中说是怎么说 看情况由法院按个案自己决定 那各位又来了 这个理论没办法贯彻就看个案 那各位呢如果经济上价值 土地非常值钱房子很破 那这个时候总不能用个破房子 去压住这个土地 法院会认为说拆掉 如果这个房子非常好 那你买地的人呢 你不可以来拆房子 这个就是折中说 那折中说就是由法院市个案去决定 所以各位呢我们在法院投标的时候 或买土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上面有没有房子 或是说呢他土地上面有房子 在投标的时候不再拍卖范围内 那他写说上面有建物使用不明 不再拍卖范围内 千万千万啊要小心这一件事情 不然呢你有可能买到一块地 结果这一块地会被这个房子给压死啦 永远都要等到房屋倒你才有办法 甚至于你要法控检讨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呢造成很多不懂的人 他去买了土地造成巨大的经济上损失 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所以各位呢像这种情形 这个爸爸在当初的时候应该要跟他约定说 我这个土地借你五十年或是三十年 你就是一定要还我 各位如果你有定期的话那就没关系 时间到不借你OK你要拆掉 不然的话土地是永久的嘛 那或许呢你就是租给他 租给你二十年 租人不能超过二十年 租期借满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定租约 定租约或是借贷这个好坏呢就差在这个地方 你租约有租金可以收 而且你通常会定期 再加上我们在租约的后面都会写 租期借满未经重新定约 或未经出租人同意 绝不续租 无不定期租人之适用 不定期的一个使用借贷呢 他可以不用互任何对价 但是不定期的租人他还是要互对价 我们都土地都收不回来了 你更何况去给他借地建物啊 这个东西呢实在是我们很 我们实务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先把这个地方呢 告诉各位同学 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 我会举实际的例子呢 来跟各位说明 请不吝点赞